有社會故事的聲音 家人的感情 香港人的心聲 同學們的看法 老人家的身屬 弱勢社群的需要 各行各業的困難 留下離開的抉擇 聽見社會的聲音 看見社會的故事 就會即即刻刻回回應 有故事的聲音 Show Podcast 暴風雨結束後 你不會記得 自己是怎樣抹下離開的 你甚至不確定 暴風雨是否真的結束了 但是 有一件事是確定的 我們會第一時間 陪你一起穿過 暴風雨 特輯 特輯 達 mer 大一時間 李文公 Mike 承� 當地 近日发生不少的工业意外和家庭惨剧 每个人都很责心 当不幸临到身边人 甚至乎是自己家里发生的时候 我们怎么面对呢 特辑第一时间 就是请来专家回应事件 告诉我们如何面对这些事 我们今天有嘉宾主持 宇峰和我一起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宇峰 是来自香港灵养社会工作者学会的創会会长 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是冯志豪博士Benjamin 他是香港能人专上学院客席助理教授 Benjamin 你好 大家 你好 我们留意到在2020年 有一名男子因为不忍心见到患没其癌症的妻子 受这个病魔的折磨 在妻子点头同意之下 在家里烧炭送他最后一程 这件社会时事 在最近都热烘烘的 大家都很责心 都想和Benjamin 会不会有什么出路可以给到照顾者 好 其实因为这件事件都不是近年唯一的事件 我们看回新闻 近这几年都有很多类似的事件 坦白说都令到我们很痛心的 照顾者所涉及一些事件 也都不只是去杀害一个可能是患病的伴侣 可能也都是他一些有一个特殊需要的子女 这一个都是近年很常见的一些情况 所以其实我们都看回照顾者现在的支援 我想都是有不同的研究去看看 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所以政府之前也都委托了香港理工大学 做了一些研究 去看看可以怎么做好一个照顾者的服务 有没有说那个研究自出 有没有一些关注点或者重点 是可以让我们去留意多一点的 其实那个研究都是一个很大规模的调查 我想都在文件里面 在报告里面都列出我们现在的照顾者 那个的人数 无论是长者或者残疾人士 都是大概有七成那个照顾者 是照顾着有需要的朋友 可能是老人家或者是那个残疾人士 很多时候都是同住 大家都会理解当同住的时候 换句话说 差不多可能24小时 是要照顾着那位的残疾人士 或者是长者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照顾的压力 其实会很大的 其实在照顾者里面 报告里面访问了应该是 有五千人左右 去到就理解一下他们那个照顾的压力是怎样的 所以理工大学就着这个报告 也都发表了 他都提出了有十一点的建议在里面 希望可以在社会里面大家 大家酝酿一些共识 例如比如说去鼓励一些NGO社企 可否有些可持续的照顾模式 或者是建立多一些的资讯平台 或者是可以希望为照顾者 可以提供得到自我评估的工具 可否做多一些危机识别的管理 另外也都要加强暂托服务的可能性 和多样性 因为现在暂托的服务 我们很多时候说一个喘息的空间 是不是够呢 所以希望可否加强到暂托的服务 还有也都提及过 会不会是有些社区照顾券 或者现今支援的照顾者 让他可以支援那个照顾者 这些大约是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报告 是有一些这样的建议在里面的 Benjamin分享到这个研究里面 指出一点就是那个喘息服务都很重要 尤其是当一些照顾者的压力很大的话 有一个喘息的服务 例如说的是类似长者的日间护理中心 其实真的可以大大减少了很多照顾者的压力 Benjamin我们容后一点点 就看一下建议给照顾者的时候 我们再讲多一点的喘息空间 那在这些事情发生了 其实身边的家人可以怎样面对呢 如果我们是当时知道 是有一个家里面有人需要照顾的时候 其实坦白我们突然之间的出现 是令到那个家人其实有很大的压力在里面 因为他很彷徨 其实因为他无论是当他知道 原来有一个特殊学习需要的小小孩好 是一个老人家都好 因为这个是一个漫长的战争来的 无论是一些疾患或者是身份值的残障 其实是不会短时间是可以克服到的 例如说那个小朋友是智力有障碍的 或者原来可能是个老人家是中风的 其实他可以生存的时间很长 其实对那个照顾者 其实他会突然之间觉得很震惊 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二步可能就会想 我怎样去照顾那位有需要照顾的朋友 所以其实我想我很多时候会去鼓励那个照顾者 要说出来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大家 可能中国人会比较多 我会不会是家丑不出外传 我不告诉别人听 但是其实有同路人是很紧要的 或者跟一些信得过的人 去分享他现在目前的困难是很重要的 要让到他可能有一些同行的朋友 第二我想他需要评估一下 他自己现在可有的资源是什么 例如要照顾那个有需要的朋友的时候 他是家里面有足够的空间、钱 或者他可能需要不需要上班等等 他要想一下自己有什么资源可以帮到手 而也都是要密释一下 在社区里面有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到手的地方 可以接替去做一些照顾的工作 这是我想第二步是照顾者需要想的地方 第三步我想也都需要 我想我会建议照顾者给一个空间 给自己去看一下 我究竟去到哪一个位 他可能是要真是 去到一条临界线 那条红线在哪 我就真的需要去到 再告诉别人我需要帮忙的地方是什么 我想如果在最初知道 可能有需要家人的时候 我想起码这三点是 照顾自己需要想想的地方 有社会故事的声音 家人的感情 香港人的心声 同行们的看法 老人家的身属 约细社群的需要 各行各业的困难 留下离开的抉择 听见社会的声音 看见社会的故事 就会即刻刻回应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其实就着这个事件 你怎样看照顾者 他去到什么状态 他有什么痛点 才会导致他这个不幸的事件发生呢 我想很多时候 照顾者都有两方面的想法 如果发生这些不幸的事件 往往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照顾者 可能是他自己都年纪大 他很担心究竟他自己 如果被需要照顾的人 先走一步的时候 他谁可以照顾得到 那一个需要照顾的人 所以你会见到 早几年可能都有些新闻 就是说 爸爸 六十多岁 其实他有个 智力障碍的小孩子 或者很多时候 就是 反过来 他要照顾个老伴 因为很多时候 现在香港 很多时候都是以老 互老的情况 他很担心自己 可能被需要照顾的人 走一步的时候 究竟谁去照顾他呢 所以 这个第一个位置 他很担心究竟被照顾的人 之后可以怎么样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他很担心 那个需要被照顾的人 受苦的情况 好像你见到 刚刚的新闻 就是 原来他是癌症的病人 很痛 他不忍心他受了一些痛楚 或者 反过来 他可能有不同的残障 可能都担心他在社会里面 过得很苦 过得很惨 所以 很不忍心他继续这样下去 而出现了一些悲剧的事件 我想这两个呢 是对那个照顾者 他自己都一个 伤痛的地方 他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就去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会看到 我想近这几年可能 就是特别多的情况就是 我想疫情都是一个压力来的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他们有担心究竟 日间的服务又去不了 医院又去不了 常规可能在一间 特殊学校里面的服务 亦都受到影响的时候 变成他们刚才我们说的 喘息的空间也好 或者他觉得那个病患者 那个康复的情况也好 对于他们来说 在此时此刻在疫情期间 是会带来另外一个 担心的地方 是啊 Benjamin 你这个动建 洞察得很好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很多的社会服务都暂停了 没有了突然间 照顾者就失去了很多的支援 是不是大审 那其实社会上 会不会有些即时的资源 可以帮助到这些家庭的呢 坦白说 就是我们现在 仍然在一些很常规的 政府服务里面 比如说在中心为本的服务 但是反过来 中心为本的服务 很多时候正正就是因为疫情 所以在社署暂停了这些中心为本的服务 它不开了 所以它真的去不了 另外一方面 就是一些我们叫做家居为本 就是我们香港有一些上满的服务 这个都仍然是维持着的 但是那些都比较 就是多一点是支援一些日常所需的 比如说我们讲综合家居照顾服务 或者是讲一些 就是道户可能帮他一些家居清洁的服务 那其实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讲一些 一些暂托的服务 其实也都很多时候牵涉到一些 家属敢不敢带一些的家人 去一些暂托的服务 在这个时间 还有我想现在香港都有一些所谓一些的热线 支援 其实很多时候 虽然社署的热线是24小时 但是如果一些真的需要 需要即时可以提供服务 有时候未必有24小时的服务 如果参考新加坡 它真的有24小时全天候的服务 那这些其实 如果相对外国 香港 比较澳洲 新加坡 即是同样经济水平的地区 似乎我们在这一个社区 支援服务 我想仍然都是有一些 可以做好一点的地方 Benjamin 如果有些事情 比如我们看到新闻的时候 已经发展得比较 比较糟糕了可以说 但如果未发展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怎样可以留意到 有些什么问题 或者觉察到 这个家庭有需要 是帮助 或者可以做些事情呢 我想无论是亲戚朋友 或者社区人士 我想我们都可以参考一些 很初步的一个评估 去看一下家庭 会不会是一个 我想叫做at risk的情况 例如 譬如说 原来他是一个 年纪较大的照顾者 因为他可能在体力上面 或者他好像刚才说 他可能年纪较大 他很担心自己 可能离世之后 照顾安排 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危机 有例如 譬如说 照顾者本身 他都是一个病人 老人家 残疾人士 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都是说 除了以老户老之外 也都是很多时候 以残户残 其实他自己照顾 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在里面 第三 我们也可能要留意一下 究竟家庭里面 有没有一些 可以帮手 接力的帮手 原来他是完全没有其他支援的 也都没有很多 社区资源 因为可能他要申请某些 社会的援助 但他可能很多时候 不合某一些的资格 在里面 那这些是很基本 我们值得要留意的地方 除此之外 我们也要想 究竟照顾者 有时候他会 也跟你说一下 咦 我是不是有一些 自杀 或者是可能 伤害被照顾者 那个念头 可能会跟你分享 照顾者 会不会有他 他自己本人 或者是被照顾者 有些很急性的医疗需求 可能突然之间 有些新的疾患出现了 可能有些急性的医疗需求 在里面 或者反过来 近期可能会不会 是有些家里 我们会看到 一些暴力的事件出现 好像我过往 有些个案 可能 例子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 太太很好的 其实 但是他要照顾 一个患病的老伴 他很敏症 其实 所以他家里可能 有时会起脚 砍他 会打他 但是转头他又很后悔 我为什么会这样 对我老公的呢 会不会有一些 暴力的事件 会出现呢 这些是我们再加上去 想一下 如果你亲戚朋友 如果有一些这样的 很初步的指标 就很值得呢 就要跟身边的一些 社会服务机构 社工 護士的同事呢 去到 就是说回这个情况 去做一些介入 希望可以 在悲剧出现之前呢 是有一些的帮手 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呢 这些就是我们 可以去 去割策 去留意的地方 那另外呢 很想 你问一下 Benjamin呢 就是 当最受压力的那位 伴侣呢 其实他可以 怎样去帮自己 去减压呢 我想一定要给自己 告诉自己 总是有个空间 有出路的 我想香港呢 其实我们现在 你可以说 我们社区资源 很好 又不是 但是你说 我们社区资源 很不足 也不是 坦白说 你可能 你在左右隔离 可能你真的 全部都不懂的 其实 但如果以前 我们幻想一下 以前的年代呢 原来我家里 有个老人家 有个小孩 有个小孩 我有什么事 要下街 买菜都好 我可能我就会叫隔离屋 帮手去看住 我的老人家 或者我的小孩 但我们现在在社区 这个冷漠的情况下 其实这些 其实我们都不是很足够 但反过来 我们也有很多社区资源 但是呢 很多的家属 其实也未必很认识 这些社区资源 可能他 一开始要照顾 有需要的家人的时候 他没有留意 原来有暂托的服务 原来是有护老者的津贴 其实可能他真的不知道 可能他没有接触 一些社会服务机构 没有人告诉他 所以我想一定要让自己知道 我是有喘息的空间 我是有人陪着我的 这个是对照顾者 他在心思上 他要有这样的改变 第二 亦都是他需要 告诉自己 我究竟去到哪个位置 我要是一个 刚才说的红线 他要逃避 他要暂时停一停 可能暂时将那个被照顾者 转移到一个社会服务机构 可能刚才说暂托好 或者是一些 他进入一个 较为长期的服务好 让那个照顾者 是有一个 暂时喘息 或者甚至够 长期的喘息空间 因为过往很多照顾者 我想是 特别是对一些 年轻的子女 他可能很捨得 其实 例如可能 子女可能 要入住一些宿舍的时候 家长不是很愿意放手 因为我很想自己照顾他 但是呢 其实那个 照顾者可能已经 可能在说五十岁六十岁 因为如果 他的小朋友 长大到差不多二十多岁的时候 那个照顾者都可能 去到六十岁 但是他不捨得放手 唯有自己 不要紧要 我正在咬牙关 我去照顾他 但是他没有想过 自己体力上 可能不足 或者原来可能那小孩 如果他是智障的朋友 有时候 可能有一些 粗老一点的行为的时候 爸爸妈妈未必可以 应付到这些状况 所以也很不捨得 所以呢 我又觉得照顾者 要告诉自己 我的红线在哪里 我什么时候 可能放手 让被照顾的朋友 可以入住一些 较为长期的住宿服务 让他可以有较长 那个喘息的空间 所以呢 这个我想要第二步的地方 第三步 我想也是 照顾者告诉自己 我找一些人 帮忙 平时 无论社工 护士 甚至一些互助组织 我怎样可以 吸收到多些知识 或者技巧 去帮自己 去到解决家 现在的情况 我也强调 其实 我明白 照顾的路是很辛苦的 往往就是 被照顾的家人 他的状况 很多时候 会越来越差 自己的状况 照顾者的状况 也可能会越来越差 但是 要告诉自己 其实 在适当的时候 要尝试放手 这个对双方 都是一个好处的地方 有社会故事的声音 家人的感情 香港人的心声 同行们的看法 老人家的身熟 弱细社群的需要 各行各业的困难 留下离开的抉择 听见社会的声音 看见社会的故事 就会 即刻刻回回营营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Benjamin 刚才你说到 可能有些院舍有帮助 可以帮助到家长 或者一些照顾者 可以有喘息 甚至乎是 有一些 那个红线位可以放手 但有一样 很多时候 照顾者有个心理关口 就是如果真的 将他们安排去院舍 他们好像要遗弃被照顾者 那样 我们怎样可以慢慢调色到 或者真的 帮助他们的过渡呢 其实我想 一定要给照顾者 是知道 他这个 不是等同于放弃 不是等同于 不要他家人 而是 只不过在一个 院舍式的照顾里面 是给予那个 有更好的 一个照顾的工作 是给到 那个受照顾的人 因为 毕竟他自己 可能是个老人家 或者是个父母 先生都好 那可能 他一人之力 其实真的没有办法 可以 做完所有的事情 只是将 一个照顾 那个工作 分担在不同的 专业的照顾者上面 我觉得 一定要 想法给自己 就是我不是 放弃了 那个 家人 这个第一 第二 亦都是 可以选一些 真的 那个 居住的地方 就是 跟那个 院舍 院舍的地方 是更近一点的 他可以有较多的 一个探访 就是他不需要 我坐几个小时 我才能探访我家人 当然 现在疫情很多时候 院舍是不能探访的 但是如果 平时的时候 我们都很鼓励 就是 可不可以选一些 院舍是当区的 他自己可以平时 都是谈到 他仍然可以维持到 那个 亲子关系好 夫妻关系好 他都可以维持到 一些见面 可以 大家都很安心 就是 照顾者和被照顾者 我每天都有机会见到面 所以 如果 如果社工同事 或者家人 可以跟他谈的时候 地方 都是一个问题 如果可以 每天都见到的话 当然 现在疫情期间 我们鼓励 我们用其他形式 视像好 电话好 甚至 会不会有机会 隔着 有些院舍很好 就是用不同方法 隔着玻璃 或者是 在门外面 原来可能有一个很好的遮挡物 可以见到 这个 我想 都可以考虑的地方 第三 我想 就是 入住一些的院所 有时候 部份是长期的 他长期都去了院所 但 反过来 也可能 原来是等 那个照顾者 他自己 调节好自己的情绪 或者 改善了 改装了 家居某些设备 亦都是可能 接回那个 被照顾者 回家去住 甚至可能 未得的 可能是 一至五在院舍里面 星期五六日 就home leave 我们叫做回家 那 这些也是 我们可以考虑的地方 可以维持一些 家庭关系在里面 那当然 也是 院舍也好 很多时候 会安排很多 家庭活动 无论可能 生日会 旅行 或者一些狠亲的聚会 是维持回家庭的功能 在里面 那这个是 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提一提 那个照顾者 我们记住 我们不是放弃 他的家人 而是我们想他得到 更好的照顾 给一个被照顾者 有更好的照顾 而不是将他 放弃他 或者不理他 这件事 我想 照顾者 这方面 考虑的时候 调色潮园 这个方向 会容易一些 和心理关口 容易一些 对 因为有时候 我们跟照顾者 讲 如果他家 他要照顾 他连接的伴侣 的时候 可能很多时候 有伤口的护理 可能 要洗肚 可能 要处理药物 甚至 老伴 我都看不清楚 原来 老伴 要吃多少药 那些药 可能 要切的时候 也未必处理到 有时候 我都会跟一些 照顾者 说 其实你在院舍里面 这些工作 有专业的同事 去负责 而你 也都是 每天可以 探得到 你家人 其实 将照顾 工作 分担在不同人 正如 我们在家 原来要帮老伴 做一些被动 运动 我可能也不够力 做个被动 运动 不如在院舍里面 物理治疗师 或者物理治疗助理 可以帮到手的时候 其实 我们会跟照顾者 说 这些对 有需要的朋友 可能会有更加好 康复的效果 在里面 所以家属 有时会听到的时候 有时会想一想 是我一人之力 我真的照顾不到 但在院舍里面 原来是集合了 不同的专场的同事 其实是可以 做得好一点 所以过去有时 我都会带一些 家属 去到 不要紧 你很担心 先去看看 这个院舍 甚至有机会 看一看 他里面的环境 他的服务是怎样 甚至可能和一些 照顾的团队 见过面 知道他们的工作模式是怎样 以前我在业界 有时甚至都会 在院舍里面 会 assign 了一个同事 可能是社工 可能是护士 直接 我叫做一个 case officer 你就跟进这个家庭 总之有什么事 可能跟护理相关 跟这个 就是 辅助医疗相关的 都是全部由这位同事 是跟家属去 去沟通 那变成家属觉得 咦 我把我家的 老伴 很小便 放进来的时候 其实我很多时候 直到很多 最新的消息 甚至可能透过WhatsApp 透过一些视像 我已经好像身历其境 甚至我好像 感觉他是我家的一样 所以这些 亦都需要院舍的配合 在里面 雨峰 听完Benjamin这样说 我简直觉得 照顾者其实真的有出路 还有 有方法可以帮到手 亦都有其他的专业人士 是可以跟我们同行 没错 那最后 很想邀请Benjamin 分享一下 当我们一般大众 看到这个 这麽令人难过的 新闻之后 我们要 可以怎样自处呢 怎样去照顾好自己呢 我想 如果 无论是一个普罗大众 或者是一个照顾者 他自己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他很多时候都会觉得 咦 很不开心 就是 看到一些悲剧 我想没有人会觉得 是 不会觉得安乐的 其实 是很实的 所以我想要告诉自己 听 正如刚才大沈说 提一提自己 其实是有出路的 在社会上 有很多人 愿意 跟照顾者同行的 也都是 如果他见完这些新闻之后 可能 咦? 去沟通一下 原来我自己 有过这样的想法 在里面 这些呢 就是 我们看到新闻的时候 要告诉自己 可以 alute的地方 除此之外 我想也都是 多些 找一些同路人 大家在经历同样的事情 有些朋友 可能是现在这一刻 跟你有同样的遭遇 或者有一些 同路人 他已经完成了 某些照顾的使命了 他可能帮忙做义工 然后呢 也都听听他们当时 如何克服这些状况 我想同路人的支持 也都很重要 也都不单靠 社会服务机构的 社工护士心理学家 有同样遭遇的朋友的时候 也都是 可以伴随着 这一位照顾者 去同行 互相分享经验 互相支持 甚至我想现在 资讯科技发达的时候 可能透过一些 社交群组 透过zoom 其实去到互相支持 我想比以前 会方便更多 所以我想这个 照顾者也都要 告诉自己 见到这些新闻 如果觉得有不舒服 提一提自己 我们是有出路的 很多谢Benjamin的分享 我们也有其他的专家 有分享到 有不同的课题 在社会的事事上面 大家要留意 和继续听着 我们这一次 连续五集的一个特輯 多谢Benjamin 多谢太太 多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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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谁一样 你给你一起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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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年 公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